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, 他曾經做過副宰相, 他所作的岳陽劉記, 充分體現開闊的耕懷和遠大的抱負, 其中有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, 後天下之樂而樂,不僅受儒家正統的推頌, 更以其崇高的境界成為歷代知識人人理想人格的目標。 范仲淹在蘇州做過苦吻, 曾經有一段為母親超渡而感應觀世音菩薩的紀錄, 某年,他的母親去世過了三七, 夢見母親跟他說:「我就是世時好食昏育, 做了不少殺業, 現在被泰山冥府激流日直受苦, 誤而素來孝順,請你為我種公德經超渡,千萬不要延遲, 如果母親一入地獄, 就要千劫萬劫才能夠超生了。」 臨離開時,他還說:「公德經真是金剛經啊。」 范文正公驚哭而醒, 立即齋戒目獄,去圓墓山蟬子, 恭請數十位僧人, 仲金剛經七日。 至第六日夜晚, 范文正公又夢見母親說:「因為吳兒智成禮慘, 感應白衣大士, 降凡辭經, 半卷, 現在我不僅可以滅罪, 更能夠生天, 佛歷真是不可思議啊。」 第二日, 范文正公等法事完滿之後, 就請問曾仲, 有誰只是辭過半卷金剛經? 曾仲門都大驚失色。 他們說:「罪過罪過, 出家人仲經如數宋元, 豈有只辭半卷之事?」 當時旁邊有一個僧人, 很慵容地說:「在日大眾念經, 山僧站在後面墨念經文, 至第十六, 大人出來黏香, 我就立刻返回廚房作霧, 今成所問,敢以直言。」 范文正公聽了之後, 知道這個山僧並非是普通的出家人, 是觀音菩薩的化身, 於是立刻下拜, 只見這個僧人立刻退後, 而且說了莫莫兩個字, 意思就是說:「不用了,不用了。」 講完之後,忽然間不見了。 大家見到這樣的情況, 都很驚訝這個山僧的神通, 原來真是菩薩的化身。 後來,范仲淹為了要紀念這位曾經說過 莫莫兩個字, 而隱沒的僧人, 在玄墓山子旁, 創建了莫莫蟬堂, 還刻有一篇悲聞, 以致紀念這次靈異的事跡。 這件事, 記錄在《靈山聖跡》這本書裡面, 也記錄在清朝周克服的金剛經慈驗記卷下的。 《靈山聖跡》